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它已冲突不断外溢 中东危局在线 究竟如何牵动各方神经 一名美国官员证实 4月19号凌晨 以色列对伊朗一处地点发动了导弹袭击 伊斯法罕机场和谢卡里空军基地附近都传出爆炸声 以色列媒体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宣布其所有基地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 这些爆炸是在以色列称将对伊朗13号夜间到14号凌晨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击 做出回应后发生的 4月1号下午 位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处所在建筑 遭乙军空袭 伊朗驻叙利亚使馆遭到乙军F35战机空袭震惊世界 新仇旧恨 中东冲突迈进危险区域 诈管可以解读为以色列和伊朗自1979年 伊斯兰革命以来长期对抗的延伸 但是对于大使馆进行轰炸 打破了长期旧友模式 侵犯国家主权领土的象征意义尤其严重 黎巴嫩真主党 叙利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 野门胡塞武装 与以色列冲突升级的风险正在进一步扩大 目前正值加沙战士陷入胶着 以军围剿拉法地区的计划 面临巨大国际压力 并不排除有将美国脱入战争泥潭的考量 剑拔弩张的隐医关系和美医关系会不会失控 巴义冲突 外义规模和烈度 会不会水涨船高都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的4月14号凌晨 穆斯林斋月在此刻结束 诈管事件发生后 沉浸了两个星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协击 这也是伊朗首次从本土发动对影攻袭 以色列当地媒体援引以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 自13号晚间到14号凌晨 伊朗先后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185架战斗无人机 110枚地对地导弹和36枚巡航导弹 其中绝大多数都被影军在境外拦截 伊朗这次袭击引发了以色列全境至少720次防空警报 并且只袭击了以色列军事区 没有袭击住宅区和商业区 本轮发射导弹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内瓦蒂姆空军基地 而这个基地正是此前轰炸伊朗大使馆的 F35战机主要驻查地之一 袭击开始数小时后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社交平台发文称 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可被视为已结束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西洋 也在14号当天发表声明 称伊朗已经告知美国这是有限的打击 伊朗合法防御的目标只是惩罚以色列 촌周团的东西 发布了 伊朗普都文字兵 伊朗丹 伊朗地 一直对水平 尼 JAM, 涓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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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双方对袭击结果的各知一词 似乎造就了一种伊朗成功实行报复 以军则展现强悍军事拦截能力的双赢局面 有分析指出 这种双赢局面或许将对局势缓和 起到促进作用 此外 伊朗方面连日通过军事外交等多渠道 释放出报复性打击已经结束的论调 也被舆论解读为 是伊朗希望地区局势降温的信号 伊朗的反应大体上它的报复还是比较理性的 而且是集中在三个方面 也就是政治方面 宣传方面和外交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方面 那么伊朗国内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 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民众的游行规模也越来越大 抗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焚烧以色列国旗 包括焚烧美国国旗 这种视频或者图片 都可以比较清楚的容易的搜到 也显示出来了 伊朗实际上是要当前顺应民意 组织大规模动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另外一个就是在宣传上 伊朗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也包括说要扬言进行军事演习 包括说要展示新型的武器装备 包括说展示比如说伊朗自身的军事实力 表示伊朗实际上有能力 来向以色列进行打击 不怕以色列的反制 那么这些手段实际上 也是伊朗所谓的报复手段的一部分 第三个就是在外交上 包括我们也看伊朗在联合国层面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出台 针对以色列的制裁的议案 要求以色列或者说国际社会 能够惩罚以色列国内的 袭击伊朗驻利亚领事馆的 相关的决策人 把他们绳之以法 这次伊朗的袭击 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 必要的一个反击 或者说是个表演式的反击 因为一方面 伊朗是不想亲自下场的 是想作为一个棋手 不想当为一个棋子 但是他现在被逼到墙角上 因为他要回应 之前在国际社会 还有在国内立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所以被迫发动了这样的一个袭击 但这样的一个攻击 可能未来 就是伊朗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表态 就是可以点到为止 到此为止了 我们可以看到伊朗 在反复地释放这样的信号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4号晚 在特拉维夫召开战时内阁会议 经过三小时讨论 战时内阁赞成 对伊朗的袭击进行报复 但在回应的时间和规模上 存在分歧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称 以色列一定会做出回应 国防军则会提出一些选项 以色列传媒报道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极右翼成员 强烈要求以展示武力的方式 回应伊朗的袭击 但包括战时内阁成员 反对党领袖 甘慈在内的温和派成员 就敦促采取平衡的做法 以避免局势升级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14号 感谢美国战斗机中队 协助击落伊朗导弹 拜登曾向内塔尼亚胡表示 需要仔细和战略性的思考 拜登表明 如果以色列决定反击 美国不会参与 并要求以色列在对伊朗 做出任何回应前 应知会美国 有报道指 内塔尼亚胡与拜登通话后 被说服 取消了即时对伊朗发动报复 4月14号当天 在以色列的要求下 联合国安理会 就伊朗袭击以色列 召开紧急会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 在接受本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未来几天 美国将和七国集团 和其他美国盟友协商 探讨采取更多措施 在联合国追究伊朗的责任 不过 美国希望看到局势发生 明显缓和 美国的行动将是防御性的 总裁 总裁 拜登 曾经跟 G7 谈讨论 可能对伊朗有些 非党军的反应 所以什么是非党军的反应 我认为 G7 谈讨论 非常强谈 抗论的攻击 对伊朗的攻击 我们将会有更多谈论 与 G7 专门 与其他专门 我们将会有更多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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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伊朗的反应 对伊朗的反应 我们要看 困难 当然要扩抗 但是我们要看 我看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在15号举行记者会会见中国媒体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 以色列驻华副大使尤瓦尔重申 以色列不会反击伊朗 但会采取有利措施 回应伊朗的代理人行动 他们射出了,我们写着反应 而这一切是结束的 是以后的课人在我们的地区域 他们通过过过一年 他们使用很多钱 和兵器用来使用这些国家和这些组织 我们的国家会取得所有的装备 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美国,他并不希望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所以说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他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行动。 所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么以色列单凭自己的力量抗衡像伊朗这样一个地区军事大国,一是力不从心,另外如果一旦伊朗进行反报复,那么以色列自身的回旋语力是比较有限,所以说以色列也承受不起双方冲突,持续升温,给以色列造成了损害。 但是我们最后要说,因为现在的以色列的内坦尼亚乎政府,它的对外政策不能完全以正常的尺寸来度量,比方说之前巴尼这场战争能够持续六个多月,而且像以色列在和哈马斯发动军事袭击的同时,又和珍珠党包括胡塞武装,甚至伊拉克民兵武装会出现军事冲突的这种概率,甚至说它直接袭击伊朗的目标。 那么所有这些可以看到,尽管说双方这次冲突就可能平息的概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以色列不听召唤,或者说一意孤行,继续使冲突升级的风险。 此次诈管袭击造成七人遇难,多人受伤,包括一名伊朗革命卫队圣诚旅举足轻重的人物穆罕默德·扎赫迪准将。 作为圣城旅高级指挥官,他负责指挥伊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方向的军事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扎赫迪当天才刚刚抵达叙利亚,如此精准的打击,引发了外界对于以色列情报网络深度渗透的猜测。 以色列对伊朗高层将领的行踪有着高度的情报掌握能力。 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扎赫迪还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反美武装高层,以及伊朗导弹核专家有密切往来。 这也令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目标人物。 这不禁让人们回想起,2020年年初遭到美国暗杀的圣城旅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和在当年年末被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枪杀的伊朗核弹之父法赫里扎德。 一年之内,伊朗损失两名大将,引发全国上上下下大规模的抗议和复仇情绪,直接冲击着伊朗几十年的战略耐心路线。 当时许多西方分析人士都预计,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直接冲突即将来临。 但是伊朗最终守住了底线,导弹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最终造成100名美军脑震荡,无人死亡。 伊朗此举当时被认为既基本兑现了复仇的言论,同时又避免了全面冲突。 如今历史正在重演。 这不是以色列首次袭击伊朗官员。 实际上,自2023年12月以来,以色列的袭击已经导致至少18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以色列指责伊朗支持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其他反以地区武装。 伊朗支持哈马斯,但否认直接参与巴嫩冲突。 对于以色列此前多次袭击,伊朗表示会报复的同时,强调无意扩大战争,一直呼吁国内各方力量保持战略耐心。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1980年至1988年的两一战争后上台。 几十年来,他所主导下的伊朗政府一直坚持战略耐轻路线,坚决反对重大军事冲突。 在此前类似的重大危机中,他都保持克制,叫停了极端报复行动。 在严重程度比这次更甚的苏莱曼尼遇刺事件中,伊朗政府总体保持了克制态度。 2020年1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高级军官苏莱曼尼遭美军空袭身亡。 哈梅内伊当时表示,伊朗将强硬复仇,此后美国向中东增派3000名士兵。 1月8号,伊朗对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了两轮行动代号为烈士苏莱曼尼的导弹袭击。 伊朗方面公布称,此次袭击至少有80名美国军人被杀, 200人受伤,摧毁了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并表示这是反击,并不寻求战争。 同时强调,伊朗赢得了胜利,国内空前团结。 苏莱曼尼自1998年开始领导伊朗革命卫队的精锐圣城旅, 被认为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下最具权力的人物。 苏莱曼尼有着伊朗间谍王的称号。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十年23岁的苏莱曼尼加入新组建的革命卫队走上战场, 多次立下战功,不到30岁就被晋升为将军。 他领导伊朗革命卫队的外国分支, 长期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作战, 指挥伊拉克境内的反美斗争。 从2003年到2011年, 在伊拉克死亡的美国人中, 有17%死于苏莱曼尼策划的袭击。 他所领导的圣城旅, 2014年帮助击退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快速挺进。 外界评论称, 苏莱曼尼是伊朗力量在整个中东乃至全球的策划者和协调人。 伊朗首席和科学家兼伊朗国防部副部长法赫里扎德也遭遇暗杀身亡。 伊朗媒体随后公布了细节。 事发当天, 先是一挺遥控机枪从一辆停在150米之外的汽车里开始射击, 击中了法赫里扎德和他的保镖。 随后, 这辆汽车发生爆炸, 暗杀行动只持续了三分钟, 全程由远程遥控完成。 而在法赫里扎德遇害现场所获的武器上, 印有以色列军工标志和规格型号。 时任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软件上, 同时用了中文、俄文、阿拉伯文和英文 谴责国家恐怖主义。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和时任伊朗总统务哈尼 都发表声明称, 刺杀是敌人转移目标 刻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伊朗将严惩凶手负仇。 所有室内设计划和所有敌人 伊朗国家恐怖主义伊朗 這是好漢的 技术这个人 多数时间里 法赫里扎德像个苦行僧 尽管国家给予丰厚待遇 但他却住在德黑兰南城 狠不起眼的平民区里 连汽车都无法直达 过去十多年 他与多名科学家 在伊朗国防部革命卫队 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下属单位 从事核物理研究 起居由情报安全部 与革命卫队保卫部负责 数据显示 伊朗近十年来 已经有多名高级科学家遭遇暗杀 这表明伊朗情报体系 存在着较大漏洞 事实上 伊朗在过去 已经抓获并处决了 多名美国和以色列间谍 但仍难以清除国内的谍报网络 一方面 伊朗经济遭受多年制裁 失业率攀升 很多民众为了生计甘愿成为外国情报人员 另一方面 以色列和美国有大量波斯裔犹太人 和波斯裔美国人 法赫里扎德被暗杀后 伊朗舆论普遍认为 国家有安全漏洞 有强硬派人士要求情报部长辞职 对此 伊朗政府方面表示 早在几个月前 伊朗情报部就已经预料到 法赫里扎德被暗杀的可能性 甚至在暗杀几天前 就已经发出警告 将暗杀细节告知有关安保部门 但没有引起重视 伊朗国内对一些重要的人物 它实际上是加强了保护 一方面不断地破获 所谓的以色列的间谍组织 美国的什么这种组织 但另一方面 它加强了对这些有关人士的保护 但是即使在保护之下 那么这一次还是遭受了暗算 我觉得伊朗内部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应该说是内鬼是可以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讲这么大的 这么严密的一次行动 可以说序幕已久 首先这起事件的制造者 他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法赫里扎德的这个行程 那么包括当天 他的车要行走的路线 所以事先做了埋伏 不管是哪种版本 显然法赫里扎德是中了埋伏 所以从这些迹象来看 伊朗内部内鬼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肯定的 可能深入到这个伊朗的情报内部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历史关联 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以色列人的祖先是犹太人 而伊朗人的祖先是波斯人 当时犹太人建立过一个强大的王朝 并且在所罗门的带领下走向了巅峰 但在公元前六世纪 巴比伦帝国的出现 彻底攻陷了这个王朝 犹太人因此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奴役 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比伦之球 公元前550年 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第一帝国 在居鲁士二世纪位后 波斯第一帝国开始崛起 并在公元前538年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 波斯王居鲁士释放犹太巴比伦之球 允许他们返回耶路撒冷 并帮助犹太人重建了历史上的第二圣殿 由此拉开了波斯人和犹太人交往的序幕 也奠定了双方关系发展的良好基础 公元18世纪 如今伊朗的南部和中部等地开始被桑塞王朝统治 当时的犹太部族曾多次遭到攻击和掠夺 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一直相对较低 犹太教也长期受到打压 1897年 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开始向巴勒斯坦迁移 然而 一战时 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先后在1915年的迈克马洪书简和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中 许诺阿拉伯在大战结束后建立阿拉伯国 并明确表示 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 英国的两面派政策 大大激化了想要保卫家园的巴勒斯坦人 和要在巴勒斯坦复国的犹太人之间的矛盾 到了1947年 迁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骤增到60万人 他们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 而此时 英国准备脱离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管制 将巴以问题提交到联合国 联合国组成了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 委员会提出的巴以分支计划最终获得了其中八个成员的支持 南斯拉夫 印度和伊朗则表示反对 作为当时伊朗统治者的巴列维 曾预言 巴以分支计划将成为巴以未来几代人纷争的根源 1948年5月 英国正式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 伊朗是中东大国 而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 军事科技发展非常迅猛 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彻底恶化 近40年来 双方始终游离在打嘴炮和开战的边缘 伊朗动不动扬言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的雍和国 一直对伊朗开发核武器 并拥有对称性战斗力保持高度的警惕 这也是以色列千方百计阻止 伊朗军事核计划与弹道导弹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近这几年呢 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个暗杀行动 其实还是比较猖獗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的特种作战能力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实际上当这个无人机 当这个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其实每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特种作战能力 又处于新的不均衡的状态了 落后就要挨打 我比你领先很多 我就可以随便地打击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以色列也是希望有意识地制造摩擦 因为他不希望中东太平静 他希望把美国捆绑进一场 对伊朗的战争 因为以色列一直把伊朗 视为自己的头号欺负大患 虽然他有的时候 做出危险性的挑衅 谁为的本质 还存在了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说 如果能把美国卷进来也挺好 而在以色列国内 执政多年的内塔尼亚湖 如今正四面楚歌 随着巴以冲突的长期化 形势朝着越来越不利于 内塔尼亚湖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矛盾 此前的抗议游行 往往相对零星 要么是上百人 上千人 然而 最近的游行规模 已经达到了上万人 反对派要求 结束同哈马斯的冲突 通过双方达成协议 解救人质 有分析指出 对内塔尼亚湖而言 他试图通过这场战争 来保住颜面 在战争持续的过程中 尽可能地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但如果发动战争的目标 无法达成 那么当战争最终结束 以色列举行大选时 内塔尼亚湖恐怕很难成为 以色列民众的选择 因此 内塔尼亚湖某种程度上 正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政治赌博 而这场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轰炸 也令这场赌局 朝着愈发失控的方向演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